卖场里不断冒出浓烟 这时卖场也紧急启动自卫消防编阻机制 先是用灭火器及洒水救火之后 烟还是不断的冒出人员紧急撤离 由接获报案的消防人员 赶到现场接手进行抢救 就要过年了大卖场涌入半年获得人潮 所以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在汐止区远雄佳乐福购物卖场 办理春节前抢救演练 共动员了卖场、场区员工 以及消防人力共100多人 除了让消防人员熟悉场所环境 更重要的是让卖场能够熟悉 自卫消防编组的流程 一般来讲我们发生火灾的时序 我们会从业者的自卫消防编组先做启动 所以今天整个做结合 二方面他们通报以后 要在消防队还没有到达之前 因为消防队从受理报案 在出动车程大概一季 那这个点离我们的消防分队 大概三分钟 那这三分钟左右 他们的自卫消防编组 我们也来跟他做检测 然后来做测试 那今天完全合乎规定 那也感谢平时加热福 对于火灾的防治的 自卫消防编组的落实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我们的伙伴 可以参与这次的消防演练 我觉得不管是对我个人 还是我的工作同仁们 都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跟经验 真的非常谢谢 新北市消防地肉分队 包马牌这次演练很棒 这次演练情境是 模拟卖场内电器区内部 因为不明状况起火 而卖场面积超过千坪 春节采买人超多 当天演练的情境分为火灾发生 及启动自卫消防编组机制 避难引导演练 还有灭火抢救 紧急救护以及抢救部署演练 等七大救援过程 现场也运用了云梯车 以及空拍机进行高空作业 如何结合智慧消防编组的演练 针对客户做疏散 那第二个也让我们的 当地的辖区大队 熟悉救灾的行为 所以我们会占附近的三个消防栓 那也使用大量的救灾的消防车辆 包括曲折车 迎梯车 水箱车 来做一个救灾的行为 那也提供我们在抢救上 尤其是超高层建筑物 这栋大楼有160公尺 39楼 然后地下五层 部分作为卖场跟停车场 也让救灾人员更了解 附近还有这个场所内部的 救灾的动线 我相信对于保障民众的安全 跟对于这一栋大楼的安全 绝对有很大的帮忙 看起来真的很逼真 年关禁大卖场 涌入许多采买人潮 因此消防单位每年这时候 都会进行实地演练 展现科技救灾效能 并提升消防人员 以及场所员工的应变能力 提供市民更安全的购物环境 过好年 这层慧林 细子采报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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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